一家知名的连锁回转寿司 6月4号的中午来到了时定和平国小进行公益服务 并且结合了食欲教育 校长张梦又就表示 希望借此能够让小朋友在享用寿司之余 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各种食材的相关知识和制作方式 将食欲真正的落实在生活之中 为了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一家知名连锁回转寿司 6月4号中午来到时定和平国小进行公益活动 工作人员忙着制作寿司 将各式各样的寿司摆盘 看起来十分美味 和平国小校长张张梦又表示 这次结合了食欲教育 希望小朋友在吃寿司之余 也能够了解每一种食材的来源和制作过程 今天特别感谢政坚回转寿司 来学校做公益的服务 其实食欲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今天透过这个活动让孩子知道说 我们周遭生活当中一些很常见的食材是怎么做的 知名连锁回转寿司的工作人员 除了一一向小朋友说明不同食材的取得来源 以及制作方式之外 还进行了趣味问答游戏 和和平国小学童们欢乐的互动 有鉴于108科纲上路 对于孩子的学习已不单单限于课业 校长江梦又就指出 不论食农食欲教育 都是透过做中学 从体验当中把多面向的教育养成 变得更生活化 透过一些外界资源的一个注入 让我们孩子除了在学校 他们引进来 他们来学习以外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活动是到外面去的 到外面去的 那就透过这样的一个 读文件书行外礼录的一个这样一个体验活动 能够更能够生活化 小朋友开心排队依序拿着寿司 大家互相讨论着拿了哪些口味 现在他们不仅吃到了美味寿司 也从最习以为常的午餐当中 学到食物相关的知识 让食欲教育得以落实在生活之中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